大家好,我是アガルントミー,歡迎Fidomi到 現在我們在東京,東京又來了! 說到東京,你們想到什麼? 這是日本最流行的尖端,是不是? 那2024年,東京也是開了非常多新的餐廳、設施或是購物店 我自己也先很好奇嘛,因為這個大阪人 東京還是最尖端,所以我每次來東京拍攝的時候 非常興奮,到底日本要往哪邊走? 走! 1960年代原宿神宮前交差点にあった原宿セントラルアパート この場所は当時を代表する様々なトップクリエイターたちが集う文化創造の拠点でした 2024年4月東京プラザ原宿原門はオープン かつての原宿セントラルアパートの文化を継承し 今現在感度の良いクリエイターたちを中心に さらに原宿カルチャーを発展させていく新しい商業施設です 他の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は見られないような個性的ショップが多く 見るだけでも楽しいぜー 皆さんが気づくなりました 私は明日に東京が初めてから食べられないような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 私たちの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 今回の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 おさがち HAXのコーディングモールで 日本の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で ステイクストラルアパートで 実際に、このドジューシャロルアパートを使った カレイターとして、このドジューシャロルアパートを選んだ 比較便宜一點的 當然我們一開始要吃的是最高級 這個就是... 好新鮮喔 這個就是本マグロオトロ 然後飯可以選勺 我建議是這樣 好吃喔 它就是放在嘴巴這樣入口即化了 好,チュートロ來了 看得出來這個有花稍微 就是比較少一點的 肉也是算蠻大塊的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チュートロ的 如果我吃一片就可以 但是可能吃太多的話會很容易膩 直接吃看看 哇,我現在的チュートロ是被養壞的狀態 很便宜的味道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大家更相信那種 可能最便宜的慧轉碩 裡面出現的那種鮪魚 黑鮪魚是好吃,但其他的 我覺得不一定要疊 吃看看這個 748塊 但是比較大塊的 肉也是 我覺得OK 但是 我比較喜歡的是 再烤焦一點的 有點少了那個 焦得吃一切的口感跟香氣 好,大概有結論了 如果你很餓很餓很想吃壽司 但不想排隊 但之後可以吃 如果你們有吃過美燈利壽司 或是北海道的那些連鎖店的話 你們應該不會滿意的 就像我 在 Harajuku也有台灣 台灣的這個小夜市 竟然還要排隊的 我們剛剛壽司店是 旁邊都沒什麼人 你看,後面全部都是 這個台南套餐 海南雞飯 來了,這個就是 台南套餐 海南雞飯 跟 焦雞小籠包 我是不是覺得蠻有趣的 剛剛菜單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啊,還算了,不要吃 但是我看那個菜單 真的有點被吸引 他們很會 台北高雄台南新竹套餐 新竹在這裡 台中人,不要先吃喔 只是取名而已啦 它裡面就是 你可以選喜歡的麵或是飯之類的 那我覺得更有趣的是 如果你選台北套餐 然後也可以搭配 蛋仔麵 但是台南套餐的話 就不能選蛋仔麵 因為台南套餐是只能選飯的 所以我剛剛選了這個 海南雞飯 因為它給的這個肉 你看,很大條的 它總共有五塊 然後上面放了應該是 油蔥跟青蔥 嗯 我覺得不行 海南雞飯 我在馬來西亞有吃過 很多很多很多 就算在機場裡吃的那種 也是 雞肉是非常嫩的 但是它 剛剛一咬 然後就是比較偏硬的那種 吃肥的 它的飯我是覺得更絕望了 海南雞飯的飯 就是我覺得另外的重點 因為它有要有那個香氣 然後就比較綠綠分明的 說到台灣 日本人 就覺得小籠包嘛 它這個是焗小籠包 肉有烤 然後我覺得吃法很有趣 它先這樣放著 然後先抽個洞 先可以喝湯 哦 這個好吃耶 結果被燙到了 我覺得它這個不錯 就是日本人會喜歡 這種小籠包啊 或是肉包的裡面內餡 要很鹹 很濃的這種 烤的也很脆啦 可能這一家台灣人吃了 就崩潰的那種 嗯 OK啦 我是沒意見啦 對對對 反正很多人 日本人很 慘 掌握了原宿 到底在說什麼 反正這邊我們剛剛吃飽之後 好像可以上到五六樓 它有這種 可以 就是很像 微微的掌望台 但我覺得這有蠻好的啦 最近日本的這種 最新的測試的偏好 就是 都市中的 綠洲 就是這種概念 哇 我中文好好喔 因為東京或是大阪 很多大都會嘛 就是反正塔羅啊 那種比較多 但是還是 這種地方的話 會放這種綠色的概念 我最近還蠻喜歡的啦 現在建武真的 集合都會有 Green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字 7時は度数が5% で かなり日本酒としては低めのお酒です 我找到很有趣的店 這一家是日本酒 喝到飽 喔不是 就是可以試喝 然後就是當お土産用的一個店 因為它的名字是 都是日文的 什麼6時 7時 8時 9時 10時 所以它總共有12種日本酒 然後為什麼這麼分呢 是因為6時的話 就晚餐前的前菜 就是適合搭配前菜的 哇 めちゃくちゃ美味 女性の方 好きそうな 我是一點點中文 你學一點點中文 我愛台灣 我愛台灣 真的喔 好厲害喔 我的中文老師是台灣人 真的喔 你的中文很厲害耶 謝謝謝謝 我也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喔 日本 我是日本人 中文很厲害吧 可以吧 日本人同胞 對不對 很會行銷耶 這樣我還想要買很多 這個日本的伙伴 很讚 高質感 好 各位 我現在來的是 渋谷的咖啡廳 但是呢 這一家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說到渋谷 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就是 人很多 你看那個交叉點嗎 那 那交叉點附近 我是說 車上附近的咖啡廳 真的是太多人了 我剛剛發現 從渋谷車上的徒步七分鐘的距離 會有這個咖啡廳 真的很漂亮耶 而且 我覺得很時尚 重點是 超級少人 因為我剛剛這樣子拍了 真的是 旁邊好像只有一兩位 那個客人 其他都是 位子空的 而且我覺得空間感很舒服 然後看這個背景 很多植物啊 然後藝術 所以就是藝術跟那種自然風 結合的那種咖啡廳 然後我剛剛點的是這個 Dark Chai Latte 跟這個 那個Plate 早午餐的 Chai Latte 這些菜是那種印度的那種茶 再加一個 Espresso 濃縮的咖啡 調得很好耶 那Chai Latte 你們有喝過嗎 是茶 可是加一點 Spice 那個香料 可能是Cinamon 或是那種 比較辣辣的東西 但 它喝起來是完全沒有那種 哦 杏燒料的有點不搭的感覺 它的牛奶也是 因為日本的拿鐵 我是覺得非常好喝 因為用的牛奶 是很新鮮的感覺 它這個香腸呢 跟日本的完全不一樣 歐洲會賣的那種香腸 然後它的這個肉味很濃郁 搭配這個法國麵包 它烤得很脆 剛剛加了那個起司的醬 跟香腸 跟這個蛋 哦 蠻推薦的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那種 吃我的感覺 然後 從剛剛從十倍 C2出口 走路大概六分鐘左右 雖然有點遠 可是 相對來說 真的是沒什麼人 身為這個經營TomiTomi這半頻道 五年的資深Youtuber 來日本外景 也是不會忘記這個筆電的存在 順便分享一下 這是工作的這個真實的日常 首先第一呢 一定要帶我這個相機寶貝 就是現在拍這個我的這個相機 是我習慣用那個全副的相機 然後拍4K 422 10bit 因為很多人就是有跟我說 Tomi拍的是日本旅遊的畫質 真的特別好 是因為我用這個規格的 然後第二 筆電也是一定要帶著出門嘛 因為我拍攝完空檔啊 或什麼的時候 就想要用筆電來確認腳本啊 或是那些思考新的計畫 然後我很重視這個筆電要這個輕薄 因為我畢竟每天都要帶出門的東西 所以比較方便的 還有我覺得姬姬可不可以讀 我這個記憶卡也是非常重要的 小的那個記憶卡放在這裡讀 你看 我覺得非常方便 要求很多大阪人的需求 全部都可以滿足的 是這個2024年全新登場的 VivoBook S5507 它真的很輕 只有1.42公斤 然後動作也是非常順利的 然後我剛剛說的這個姬姬 喔 對 對 已經放進去 這樣子姬姬可以開始剪片了 因為貓片也在這裡面 你看喔 它顏值也非常高 這麼東京實際上 渋谷的咖啡廳裡面也是非常搭配的 很match 然後跟它工作的話 我顏值也是越來越提升的那種你知道嗎 好 我就不用廢話說 我就先弄工作一下下 不要緊張 不知道 你應該是在這下 你應該是在這下 你應該是歌 我應該是歌 那來 我應該是歌 是永遠的 這些是歌 我們每個都會 東京駅は隣日本で一番忙しいオフィス街大手町にそびえ立つ東の日本旅館 伝統的な和の式たりは重んじながら 現代に合わせて独自の進化を続ける新しい日本旅館 星野屋東京 The World's 50 Best Hotels 2023にも選ばれたここに 一歩足を踏み入れるとそこには和の異空間が 自分が大都会東京の中心にいることさえ忘れ まるで山奥の高級旅館に訪れたような不思議な体験 トミトミ人生初めての星野屋体験 僕と一緒に堪能しましょう 地震生の横台は昔やな こちらの姿をきています こちらのヒーカタは深刻だと思います 次にクソを着くるので その日がこの灰色は暖色が一本にとって 1つが見られます あとはここにも帰り回家の帯子ながら これをかけてくれます 炫耀炫耀 このゆかたは本当によく мин? 而且我觉得这个走廊很好看 它一层楼只有六个房间 所以空间感比较舒服 然后重点是这里 就是我们的Lounge 茶のまLounge 茶のま就是日本的 就是传统来说喝茶 享受喝茶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违规宾室 所以我们是11楼 然后12楼13楼14楼 每一层都会有这个茶のまLounge 因为我有聚过一些 可能国外的五星级 然后是各种五星级饭店 但是没有一个饭店 是每一层楼都会有贵宾室的 他们的概念也是 我觉得蛮喜欢的 这个就是 你们的客厅的概念 因为房间说实话 因为是东京所以不大 但是呢 这边就是当做一个客厅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 有各种什么冰淇淋啊 可能你泡完温泉 或是我现在想要拿一些零食 然后都可以带回房间的 因为很多贵宾室 是把那些饮料 或是零食都不能带回房间 但这里 就是你们的living room 很脏 我每一层楼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脏 因为你们刚刚看的这一面呢 你们看一下 这里就是很温泉旅馆的感觉嘛 就这一边 可是呢 看这边的话 这是东京的大度会的中心 然后在这边就是 五点到六点就回 所以日本酒喝到饱 耶 它准备是山行县跟京都的那个日本酒 比较偏甜跟比较偏辣的 哇 旁边就是他们上班的 加班到饱的那种 看着这种风景喝酒 这种风景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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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说我很爽 不行我晚一点要用笔电工作一下 所以我还有很多要剪的片 好现实喔 哦 哎呀 晚餐时间来了 哦嘿嘿 刚刚 因为我想要炫耀啊 不是 就是我想要体验嘛 难得去那个旅馆 然后这个衣服是真的可以穿出去外面的 我已经有确认过 诶 可不可以坐地铁 然后可不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 对 所以我来了这个风桌市场 千客万来 也是2024年开幕的啦 然后刚开幕很多媒体都会播 这个就是 好贵好贵的那种丼饭 或是海鲜卖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开玩的时候说 哦 那个是 海外观看客来日本玩的这个 然后给他们的丼饭的这种梗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我是每次都这样子 我没体验过的或是没吃过的东西 我不要啰嗦 我不会因为客观的意见或是客观印象来判断事情的人 一定要亲自体验才能说好不好或是可不可以推荐 所以就来了这个 7500块的 我覺得不錯耶 它雖然不是那種 我吃過北海豆那種市場 二條市場吃的那種就是 你吃的真的會甜 那這裡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行為的 那以料來說 因為海膽本來就是高級的東西 大概就放了這一些 就是很標準的 醃醬油的這個鮭魚了 然後它的口感也是噗哩噗哩的 我其實覺得不錯啊 然後我今天來的豐州市場 是大概八點半的時候來 然後我看網路上 他們說到十點都有開 可是最後每一家都會賣完關門的 所以我就建議你們早點來吧 但我覺得這一家還蠻不錯的是 開到這麼晚是真的是拯救我了 鮭魚卵 嗯我覺得好吃耶 它給的也很厚吃耶 花枝 嗯花枝是Q的耶 然後還會脆的 有點好吃耶 呵呵 欸對啦七千五百啦 一句可以形容這個東西 好吃 但CP值不高 因為我比的是 當然我有去過金子 北海道 這兩個地方就是 在全日本 海鮮是最有名的那兩個地方之一 北海道跟金子 跟這個豐州市場比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畢竟東京的物價比 那個兩個線一定是貴的 對對 一堆一堆意見 但我應該不會再來 因為我很吃CP值的人 另外旁邊有一家也賣 和牛壽司跟這種壽司的 三千兩百日幣 我可能是麻醉了 因為那邊是七千五百的東方 這個三千 喔喔好便宜喔 這個還蠻豪華耶 上面有這個cabia 還有這個海膽 幸福在這裡 喔 這它上面的cabia 跟海膽是好吃的 但是 它的和牛 沒有像 英語和牛那種 喔日口即化 馬上融掉了 哇喔那種 不是 這應該是黑鮪魚 還好 我覺得它這一家的米飯 有一點可惜 它已經這樣很擠的那種米飯 真的它們在面前會弄的話 稍微會保留那個空氣的感覺 然後放著一把牛就會化開了 這個的話我就比較推薦 你們想吃肉壽司的人 因為它的肉壽司我真的覺得 還不錯 所以到底 媒體一直播的那個 給外國人專門吃的嗎 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國內人看這個金額 我是覺得一定不會買的 除非財富自由的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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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泡完溫泉了 我跟你們說 這個飯店真的太舒服了 我這家東京真的 根本玩不玩 但是呢當然 我也 剛剛也說了嘛 我還沒有達到財富自由 所以呢我通常 就是拍完那些 剛剛拍的影片 就是會馬上到飯店 會開始剪片的 這個當Youtuber 所以說很容易 那我剛剛在咖啡店 也簡單介紹了這個 VivoBook S5507嘛 那我現在有了貓片 然後剛好要剪了 那順便想要跟你們介紹 我好朋友的更多好趣 好趣一 處理速度很快 先把4K貓片傳到 VivoBook S5507 放到剪輯軟體開始剪 問題來了 如果我用的筆電 處理器不夠好的話呢 我就根本剪不了 20 30分鐘4K的影片 因為本來貓片量太大 我每支影片 大概超過100GB那一種 VivoBook S5507 因為QualaCom SnapDragon X Elite處理器 所以同時做很多動作也不會卡卡的 這樣工作起來才舒服 效率也是很高 我的4K貓片 放在剪輯軟體上的動作表現是這樣 給大家參考 通常要完全順的剪4K 10bit 422 30分鐘全包長片的話 需要超級無敵厲害的處理器系統 這台我剛才也說了 1.42公斤很輕很薄 價格來說表現相當不錯 2.新時代AI筆電 全新AI體驗 這一台還是華碩手台 Copilot Plus PC 搭載最新Windows AI功能 2024年現在全世界 越來越發現AI的重要性 我相信未來的Big Business 就是AI領域了 我老實說 之前也沒用過這AI體驗 我們一起來看 AI到底可以幫助人類什麼呢? 幾十字幕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耶 你們如果想看日本的YouTuber 或是其他影音作品 那很多時候呢 他們不會放字幕 因為他們的客人是日本人 這種時候呢 你用AI指示字幕的話 你看這邊有曲線英文字幕 AI聽到的影音作品裡 日文直接馬上翻譯成英文了 而且我看翻譯的速度跟健全性都非常高的 好厲害喔 用途不止這一些 例如跟國外的客戶開會時候也 AI馬上幫我們翻譯 19歲的時候 我在美國 半年間留學了 這也是 主要是英文 所以 Code Creator 幫我們畫成2D或3D的畫圖 欸小畫家現在變得超厲害 Code Creator是先虛錄文字 再自己畫看看你要的對象物 那就AI幫我們弄成很漂亮更完整的畫圖 這個很好玩你看喔 我畫的蘋果這麼爛 不過AI幫我畫成超級大異虛家赤製的蘋果 但我發現這也不要寫太複雜的圖案 剪刀明確一點可能複絲箱這種是最適合 現在很像線上開會嗎 這時候呢最在意的不是開會內容 而是開會的背景 這時候用Windows Studio FX 的話呢輕鬆可以把背景碼掉 保護你的私人資訊也保護你形象 而且偷看資料的話也不會被發現 假設這個是我開會的那個找本 我現在眼線是完全在偷看這個資料的文字啊那些 但很像我的眼線跟看鏡頭是一樣的欸 對於喜歡動來動去的人 這個功能也可以讓人永遠保持在虛偽 相當聰明 專屬Copilot鍵 按這裡一鍵啟動AI自動駐守 幫忙寫文案啊快速查詢任何資訊 幫我寫腳本等等萬用Copilot-san 啊日本人圓夢了很像這裡擁有一隻Doraemon一樣的爽 內建Copilot是只要輸入文字 例如可愛的貓咪 會馬上出現盤圈Free的可愛貓咪圖 把那個圖片呢可以用在任何創作上 華碩獨家AI應用程式StoryCube 只要把你拍的影片啊跟照片傳到StoryCube AI就幫你分類整理 如果想找幾年前滑雪上關的照片 按這裡就輕鬆找得到 你們應該也有體驗過吧 拍完一萬個照片結果沒有回去看 甚至也都忘了在哪裡拍什麼時候拍等等 現在2024年AI都幫你記得 好趣桑 輕薄便携 OLED螢幕超美 1.42公斤很輕適合每天帶出門 而且螢幕Size是15.6吋算是大 擁有3K120Hz OLED螢幕 所以呢在大家看電影YouTube等的時候呢 很明顯感受得到 色彩表現很厲害 但螢幕看Tommy的生日本節目就是爽 再加上喜巴首席長燒大電力 各方面很強又很輕不合理 個人覺得很適合影音創作者 或是工作廠出差 喜歡用Windows系統的大家 好 簡訊話認真分析結束 おやすみなさい 晚安 好 簡訊話認真分析 境界なく連続する一つの世界の中で 彷徨い探索し発見する地図のないミュージアム チームラボボーダーレスへようこそ 皆さんはアートと聞けば何を思い浮かべますか ここでのアート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移動し 他の作品と関係し影響を受け合い 境界線がなく時には混ざり合う 毎秒見れるものが不規則的に変化していく そのような作品群 もう少し具体的に 我々がよく想像するアートというのは まさに美術館にある絵画が代表例 真っ白な壁の中央に作品があり そこに光が集中して当たるよう設計させるのが主で 我々はそれを少し離れて干渉する いや、それは干渉させられている と主張する方もいます チームラボの現代的アートは その光そのものや空間自身が主役となり そこへさらに自らの体を没入させる それらが境界線なく混ざり合うことで 一つの作品となる 人によりアートの定義は異なっており どれが崇高かなどの議論は耐えることがないのですが ポジティブに全く新しいアートの形が出現した と自分は興奮を覚えます レンズというものがこの世に出現してしばらく経ちました そのレンズによって切り取られてしまった瞬間 自分とその被写体は乖離される とチームラボ代表の猪子さんはおっしゃいます 恐れ多いですが自分なりに解釈してみると 例えばそれは エジプトのピラミッドの写真を見て行った気になっている人と 実際にその場所に行った人とでは 体験内容が全く異なるというもの 意思のある自分自身の体を持って この世界を全身で味わってほしい 僕はこの日5時間ここに滞在してちょうどでした もちろん わー綺麗 どこで撮っても写真めちゃくちゃ映えて最高だね と言ってすぐに帰る楽しみ方もするのもいいのですが ここに来る前にチームラボ経営者人の思いや 制作背景 アートに対する様々な角度からの見解を 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を通して深く理解することで 10倍いや20倍この素敵な場所を楽しめるの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最近の写真目は映画の中を転今 用我的這個單腳的鏡頭 所以你們不用看我的畫面 你們用五管 來享受一下 這個是茶 然後剛剛拿起來的瞬間 那個花都會散開的 我剛剛拍的那個畫面超級好看 你放回去桌上的話呢 又會有新的花 然後這個種類跟顏色都不一樣 我點了那個水出汁緑茶 超級好喝的 這個咖啡廳我真的一定要來的 那有點不好攪 你們攪一下 柚子抹茶 非常特別 它吃的時候有抹茶苦味 但也是有柚子的酸味 這個咖啡廳真的讓我有點感動了 而且很便宜喔 大概才一千三百一千四百 就有這個套餐 套餐當然是用心 但是就是這個空間嘛 一般的咖啡廳 永遠沒辦法體驗到的 所以這裡一次都體驗得到 好 以上這一次的最新東京旅結束了 嗯 東京當然是不斷的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喔 這個城市真的根本玩不膩了 然後呢 這一次我介紹的VivoBook S5507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在影片資訊欄有放詳細的產品資訊跟連結等等 記得去看喔 我也很喜歡看每天都會有進步跟帶人類革命的AI最新科技 繼續關注跟著Tommy一起走未來吧 掰掰